那我們今天呢就親自帶著聽眾朋友要來到這個台灣玻璃館 那我們邀請到就是館方的這個專員黃世通黃先生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那台灣玻璃館呢有些人可能並不清楚他到底是哪家企業所去建設成一個這樣的一個觀光工廠 是不是就請那個世通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台灣玻璃館他的最早是從1934年開始講起 其實1943年是在我們的信義行那時候是找起一個勞動市長我們的勞動市長所創立的 那現在至今有那個我們的漢堡廠 那還有我們剛剛我們主持人有談到的我們的台灣玻璃館這邊 那台灣玻璃館最主要還是在2006年所成立 那成立至今有大概有10年的10歲啦有算10歲 其實算薪也不行啊算短其實也不短 那在我們建造玻璃館的這邊其實它有一個四期的工程 那我們現在有到達第三期 我們的達人館未來也會開放給大家來參觀 那其實我們這一進來看到我們的大門口呢 就是會有我們的首位是上面旁邊有我們的海豚柱 那這邊也是在提倡我們要保育我們的白海豚 那還有我們看到的是我們一個大船入港的感覺 我們其實玻璃館呢外觀是一艘航空母艦 那在我們的航空母艦的右手邊是我們的玻璃廟 那還有在今年 今年所開幕的一個宇宙塔 也就是在桃園燈會在迎賓區的地方 我們有一個玻璃團隊來製作了一個宇宙塔 那在今年的六月初呢也搬回到我們的鹿港 商賓工業區玻璃館的左手邊這邊 那待會我們都可以一起去看 那我們知道這個你們企業是台銘匠股份有限公司嗎 那其實當初成立這個台灣玻璃館是有一些背後的因素 就是因為過去那些年很多廠商因為面對這個大陸中國大陸的競爭 很多產業要外移 那你們的過去的這個老總經理不願意外移 所以他集結了一群玻璃業者在這邊成立一個類似展示區 這段是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那就是在早期其實在玻璃業在台灣來講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好行銷啦 那當然我們之前的老董事長還有我們現任的董事長 當初也是希望能把玻璃留在台灣 而不要說都外移到大陸還是一些世界各地去 那想要更留台灣 那這部分就是其實我們在早期最早期 有在接到一個IKEA的大訂單 那我們現任的董事長就是想說 可以把蠟燭分享給別人 那自己也亮別人也亮一直跟著亮 那所以會在張密工業區這邊做一個玻璃的群聚 那其實我們的張密工業區這邊就有數十家的一個玻璃的廠商 也都在我們玻璃館的附近 我們做一個產業群聚 也就是說從台波的原版生產一直到我們的加工 還有我們的行銷還有包裝 其實都是從可以整個在張密整個工業區都可以看得到 現在董事長是過去的總經理叫林兆衰 那他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信念 就是說他訂單接到的他願意跟大家分享 那甚至廠商如果沒有設備還可以跟他借錢買設備 無息癱瘓 是是是是 這部分其實就是希望能讓我們的玻璃團隊更群聚 而不是說因為我們董事長也是看著一間一間的一直沒落下去 那所以當然當初也是希望能幫助大家 那也算是幫助自己 他有了訂單那我們也會有了訂單 那就是資源共享的一個道理 所以他後來就是找了這六十六家的中下游的一個廠商 在這邊設立一個類似展示區 然後好像是一個很意外的一個事件 就是彰化縣政府他們來這邊辦了一個參觀 對在2006年的端午節 他也是有跟我們董事長 當初其實在這邊沒有打算要做玻璃館 也沒有要對外開放 那當初因為是一個我們彰化縣長 2006年彰化縣長也是提議說 那沒關係你這邊幫我蓋成玻璃館 那人的部分由我來支援你 那當然所以在2006年的端午節 我們玻璃館從開幕到現在 365天至今有10年 從來沒有觀管過 所以他一開始本來是類似要給廠商的一個參觀區 就是你要來下訂單你來這邊參觀一些成品或半成品 對沒錯 是為了接訂單並不是給遊客看 對 那我知道那9天好像就參觀了5萬人次 對 當年的人數有大概有5萬多人 當午節的一個連續假期 然後從此之後就一直開館到現在 對一直到現在從來沒有關過 台風天也召開 對 而且我知道你們剛剛你講的這個 每年都在增加新的設備 包括你們今年年初又增加了一個海底隧道 對 在今年的年初1月1號我們正式開放 就是從黃金隧道原本的72公尺 那再加上我們新創立的一個海底隧道24公尺 總共加起來全場有96公尺 那在海底隧道其實在裡面最主要要提倡大家的就是 希望人在帳兵工業區這邊 其實當初也是一個海埔青森地 也是一個海邊 那想要利用海底隧道 藉由傳達給大家就是對於一些 海洋的保護還有一些白海豚的保護 那還有裡面有一些海龜 還有巨巨蟹 在我們的海底隧道裡面都全部都是看得見的 好 那現在呢我們簡單介紹完這個台灣玻璃館的一個背景之後呢 在我們進去開始照這個導覽路線來走之前呢 是不是先蓋瓜幫我們整個園區做一個介紹 大概分幾個區域 是 我們的館區這邊 一從大門口走進來是 可以看到是我們的 最大動力的像航空母艦的造型是我們的玻璃館 那我們玻璃館的二樓是我們的藝術館 玻璃藝術館 那在一樓是我們的賣場 那在我們玻璃館的右手邊 會看到我們有世界唯一的玻璃媽祖廟 也是我們的世界最大的一個樣品屋 玻璃的樣品屋 那在左手邊會看到我們的宇宙塔 也就是在今年六月新開放的一個宇宙塔 對 那在這邊晚上跟白天來的感覺又會不一樣 那晚上來的話 我們的玻璃廟還有宇宙塔 都有做點燈的儀式 那在晚上都會發光發亮 那也歡迎大家也可以來這邊一起遊玩 聽眾朋友在網路上一定看到很多人分享這個玻璃媽祖廟 晚上開燈的這個畫面真的是非常漂亮 但是呢我們當然要讓我們的聽眾逛得更有深度 所以是不是就請專員開始來幫我們介紹你們整個園區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邊走 玻璃館的開放時間是有分夏季跟冬季 那在夏季是從早上的八點一直到晚上的六點半 平日的部分 那假日會開放到晚上七點 那玻璃廟呢它會時間 影片時間比較長一點 從早上的六點到晚上的九點 都可以歡迎大家可以來我們的玻璃廟來參觀 那首先我們走到我們玻璃廟前的廣場 這邊我們腳上面踩的這些都是我們的琉璃珠 玻璃珠 那這些主要就是 墊覆傳統的一些觀念 早期我們就是廟前應該就是鋪柏油路啊 那我們這邊也是做一個環保 就是把琉璃珠放在廟前 就好像有一個石頭的感覺 那這邊如果需要也喜歡玩這些琉璃珠的遊客 也可以歡迎來這邊也可以撿一些琉璃珠 是可以開放時間 對對沒錯 我們假日常常會看到遊客蹲在這邊 大家都在撿琉璃珠 對對對很好玩 什麼顏色都有 好所以我們現在一開始就先帶著我們的聽眾朋友 先走進去我們這個護聖宮 對我們的玻璃廟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 一上樓梯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一般的廟宇 對 早期的傳統都是 左青龍右白虎 龍騰日月潭 虎耀阿里山 對 右邊是龍騰左邊是虎耀 對對對 那這個其實是用玻璃雕刻的技法 那再加上用柚器下去做彩繪 所以這邊待會我們可以去 這邊也可以都來動手摸看看我們的玻璃 所以它的正面是平的但是它後面應該就是 對對對 背面是用雕刻的方式 然後再加一些顏色把它彩繪上去 對對對 所以這個等到二樓的時候就應該知道這些這麼多技法就對了 對 二樓會更多的技法 對對對 那這邊進來之後我們也有我們的一些四女圖還有我們的門繩 全部都是使用玻璃雕刻 那這邊都可以用手來觸碰看看 就是全部用雕刻的方式 喔 所以這個四女圖跟剛剛的龍騰日月潭好像他們就是不同的技法對不對 其實技法是一樣的 對對對 就是一個正面一個反面 對一個正面一個反面 所以我們這邊如果正面的話是摸不到 所以我們這個四女圖的正面就是平的 對 正面是平的 對對對 那還有我們廟裡面齁 在首先走進來我們會看到我們的玻璃 玻璃都會印著我們的一些早期比較趣味性的一些台語字 那這邊也可以喜歡唸台語的一些聽眾朋友也可以有興趣來挑戰看看 你看有沒有辦法把所有的字全部以台語的方式去唸出來 就是有點像我們的順口六這樣 對對對 台語的順口六 但是台語一定要很認真才講得出來 對對對 那一本人應該講一講又跑到國語去了 對對對 然後再過來我們會看到我們的台灣的風運圖 我相信很多聽眾朋友大家都知道那個清明善河圖 那這邊其實在我們的護聖宮玻璃媽祖廟裡面 有我們的台灣風運圖 那這邊是講一個所謂一個台灣的全景 從北到南還有外島都有 那待會我們可以一一來看一下我們的一個場景 其實它有點像我們康熙台灣語圖這樣的一個長卷軸的一個設計 對對對對對 這邊也是正面是平的 但是這個是用噴墨的方式 所以它後面就沒有雕刻了 對沒有雕刻了 它是用噴印的方式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東北部的一個龜山島 這是我們的一個龜山島 還有我們的平溪放天燈 還有頭城搶菇 對 那還有我們的一些 101大樓 非常明顯 然後故宮 對故宮 然後還有這邊是從北到中 那待會我們另外一邊會從中到南 然後再從到外島 就是左右兩側把它拼起來 對對對沒錯沒錯 這個的藝術家是不是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的藝術家是我們的那個六方機品牌顧問有限公司 那裡面其實都是從我們六方機的品牌公司 走去群測群力之下 超越一個親民上河圖 那也是花了三年的時間 用那個水墨畫的工法 來做了一個台灣的一幅畫 那原稿的全場有12公尺 寬有0.6公尺 是親民上河圖圓圖的5.3倍 所以這個要畫這個東西 難就難在一開始設計 到底台灣的哪個景點要放進去 對沒錯沒錯 對 一個就是大家一講就知道的一個景點 然後聽眾沒有如果來在廟的左側跟右側 大家都可以來看看 右邊是從北部到中部 左邊是從中部到南部 對對對 那還有一進門我們有看到我們的天池 是 我們天池其實在早期呢 是 讓大家就是 天池它是比較 人家講就是比較能祈求一些東西 比較能直達天廳 那天池早期我們設計 要來讓遊客就是 來這邊祈禱啊 或者說來拜拜啊 來直接就是上達天廳 也因為這個緣故 遊客就是後來就是 覺得好像這個區域好像是一個許願池 那放了水 早期我們也有在裡面養魚啊 養烏龜啊 後來就被遊客開始丟錢 對 後來我們就把天池變成了許願池 這個好像每個廟 只要前面有水池 無形中都會變成聚寶盆 然後大家會丟錢幣 對對對 大家的習慣都是這樣子 對對對 那在天池晚上我們拍照的效果 會有一個倒影的效果 會有廟中廟的感覺 因為廟中間有一個 有很多的燈光的一個設計 對對對 那因為晚上嘛 水會有倒影 對那我們拍起來會有廟中廟的感覺 嗯 好 那我們就繼續再往裡面走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 順風耳 還有我們的千里眼 這是用石雕 下去雕刻的 那上面我們會連的一些琉璃珠 還有一些彩繪 對 所以聽眾朋友如果來的話 千萬不要以為它只有石雕 但是在石雕的身上 還是有很多這個玻璃的藝術在裡面 對沒錯沒錯 沐聖宮 在右左邊也有我們的太歲新君 那我們這邊也有提供就是 點燈的一個服務 那也歡迎聽眾有空 也可以來我們這邊做一個點燈 我們太歲新君 還有我們的文昌帝君都有 這樣子應該到了每年的考慶 應該也有蠻多人在這邊拜的 對 蠻多人都來祈求的 是 那再進來是我們的一個鎮店 我們的玻璃媽祖廟的鎮店 那在鎮店所看到的我們做正中間 是我們的媽祖 我們的媽祖是用琉璃所去做的一個玻璃 玻璃的媽祖 那在我們的左手邊還有右手邊 有我們的王爺還有土地公 做一個左右護法 那在媽祖的後面 一般的神龕後面都是龍或鳳 那這邊我們是採用我們台灣之最 對就是我的玉山 那我們玉山呢 在這邊如果你下午大概三四點來的時候 從陽光從西邊照射進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太陽跟著山一起慢慢的日落下去 這種奇景就是在下午才看得到 那也歡迎有興趣的聽眾 也可以就是下午的大概三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玻璃廟鎮店的後方的玉山 太陽的燈光照射到玻璃上的時候 它會隨著太陽的日落也會跟著一起日落 就是它的位置非常的巧妙 就剛好在玉山的後面 就是剛好我們太陽西下的位置這樣 對對對 那還有我們的鎮店的上面 是我們的八卦著景 你們也在鹿港附近 是不是應該就是請鹿港的老師來做 對我們請鹿港當地的工匠師 所做的一個八卦著景 那八卦著景的前面這邊 我們會有兩隻龍 中間有一個臺灣 這邊就是我們所謂的雙龍護臺 那我們的龍是採用我們的九龍之最 這是我們的魁龍 兩隻魁龍守護著一個臺灣 所以我們稱它為雙龍護臺 是如果沒有介紹 一般遊客到這邊很少會抬頭看 對沒錯沒錯 再來桌手邊這邊會 會有我們的順風鵝 也都是採用石雕 那上面會黏一些玻璃的元素在上面 那其實我們玻璃廟 拜拜其實用一炷香就可以了 我們也為了提倡環保 那還有如果你可以在廟的兩側 我們廟裡面的兩側 都有平安餅啊 平安餅還有護身符 都可以隨緣自取 渴了可以拿起來喝 肚子餓了還有平安餅可以吃 都是免費提供的 那我們這邊看到你們這個 香油錢你們用這個元金箱 然後其實你們並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這個 你們有成立一個護身公教育基金會 有有有 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我們有成立了一個 其實我們護身公這邊有成立一個 財端法人台灣護身公教育基金會 一個生態保育做一個社會公益的 一個元金箱 其實當你投下這個錢的時候 等於你也幫助了很多個低收入戶的家庭 還有一些破稅的家庭 那只要有哪裡有我們的 需要我們的極難救助的時候 我們都會請我們的總幹事啊 或者我們的一些相關人員 前往去了解 先去了解 然後幫助的對象是就涉及彰化線嗎 對這些彰化線 目前是先以彰化線這邊為置 對對對 那希望以後大家多多捐點錢 以後能夠全台的低收入戶都能夠得到幫助 希望能扣及到全台去 我們現在走到這個 等於是繞完正殿之後來到左側 就是我們中部到南部的這個 我們的台灣風運圖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先看到 我們這邊有王公的王者之公 一個福祿橋 鹿港的一個福祿橋 鹿港福祿橋 鹿港的一個藍色大橋 那在走過來我們會看到鹿港 最有名的一個天后宮 我們鹿港的天后宮 還有我們這些老街 那還有我們的玻璃廟 這是我們的玻璃廟 也在畫裡面 所以這一塊就是大概彰化的位置 對對對 那還有這也是阿里山的神木 還有阿里山的小火車 是 那還有這一些都可以 還有一些西羅大橋 早期的一個吊橋 還有那個台南的一個路爾門 對還有那個台南安平古堡 是 這邊就看得到 還有再來就是往我們的高雄 哇這個中間一條大家就知道愛河 然後旁邊有個八五大樓 對還有我們的八五大樓 那還有台東的一個燒王船 這是早期一個 現在也蠻盛行的一個燒王船的活動 那還有我們的紅葉燒棒 都在裡面 就到台東了 對到台東了 哇我們看到 東西橫貫公路的這個門牌匾在這裡 包含了我們的一些外島 有蘭嶼、澎湖、金門、媽祖都有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個聽眾朋友來應該要仔細仔細慢慢的欣賞 對對對 台灣各地的一個風情 對 然後也可以挑戰自己一下這個地理嘗試 然後看看你能不能把每個地方都拆出來 沒錯 因為其實有些景點如果你不熟悉的話其實很難拆 對對對 因為不是每個都像101這麼好拆 哈哈哈哈 是的是的 那其實玻璃廟還有很多一些景點 其實都等著大家去發掘它 這樣其實應該傍晚蠻多年輕人來到這裡的 對 就是等開燈的時候 對在日落的時候會有蠻多一些攝影師都來這邊做取景 對對對 這樣子應該你們有辦一些攝影比賽對不對 有我們其實都有辦過一些攝影比賽 連說的藉口都很想像 說你正為我想這一切不能勉強 說或許我們的路就這麼長 愛就像和你隔著我一床 看得見模樣 卻不能奔向 窗外的陽光 和那蔚藍的海洋 並不是我可以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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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只是我在幻想 原來只是我在幻想 想著我夢都有渴望 渴望美丽花香 你我快乐模样 那不是属于我的地方 爱就想和你隔着我一床 看得见模样 却不能奔向 窗外的阳光 和那蔚蓝的海洋 并不是我可以品尝 原来只是我在幻想 想着我们都有渴望 渴望美丽花香 你我快乐模样 那不是属于我的地方 也许是我该为你想 你的心我不能变强 是一种美丽天道 你我快乐模样 那不是属于我的地方 那不是属于我的地方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由金铭制作主持的FB新鲜事 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带着听众朋友 到中部的经典 台湾玻璃馆去游玩 那现在正在为听众朋友 播放的是由爱卿所演唱的玻璃窗 那在上一段访问 我们已经走完了这个台湾护胜宫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 这个台湾玻璃馆的本馆 它分为一楼展区跟二楼展区 那我们就先邀请这个 黄世通专员来帮我们 先从二楼的展示区 开始帮我们介绍 那逛完玻璃馆 我们再来逛一下我们的玻璃馆 好我们现在就进来这个 等于是主管的一个位置 对对没错 那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船头 玻璃馆的船头 这个要远一点才看得出来 然后就是游客千万不要一来 就急着赶快进来 其实在外面你才看得到 整个船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建筑 对对没错 那进来玻璃馆我们是建议我们听众 可以先从二楼开始进行参观 二楼是一般要有一点深度的 才会想要上去 那有些人可能看过就没什么兴趣 对对对对 二楼也位置就位于我们的服务台旁边 对对 那我们首先我们走的楼梯 都是用玻璃下去做打造 他是用6mm还有8mm的玻璃下去做 交合玻璃 所以他承受的重量可以承受到500公斤 哦 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500公斤 你可以不用担心 对对对对 很大胆的踩上去 绝对不会破 那我们楼梯上面都有一点一点 就是我们的止滑点 就是采用金刚砂来做止滑 这个二楼你们虽然称为这个艺术感 但是其实就是很多你们这个多元的产品的一个呈现 对对对 其实我们里面有结合了100多家的产商 这两片一个叫做角度玻璃 对 一个叫做雾木玻璃 那是不是来介绍一下它特别在哪里 好 那首先我们听众如果一走上来的时候 会看到我们的一个小圆环 那首先会看到是我们的角度玻璃 当你用45度角去看这一面玻璃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看不到背面 但是如果走到正中间的时候 其实是一然无遗的 是一个透明玻璃 这就是运用一个特殊的材质 在中间的磨片还有一个光学磨片加工而成的 所以会因为观看者的角度不同 所以会呈现出来 就会有透明跟不透明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侧面看 你可能会被一些玻璃中间的一些材质所影响 看不到后面去 对就有点类似我们早前那种防窥的一个做法 有些电脑萤幕也是这样 正面看有 然后你侧面看就看不到内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雾木玻璃 那我们雾木玻璃 它是采用两片玻璃中间加了一层液晶膜片 那当液晶膜片通电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透明的 那断电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雾木状 那我们在楼上这边有设计了六秒跳一次 所以在六秒的时候它是雾木 在六秒它会变成透明 那所以它这边主要会运用在我们的会议室 还有比较私密的空间 那像我们楼下的玻璃厕所的女厕 就有一片我们的雾木玻璃 所以当我们女性听众 如果要进去我们的玻璃厕所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锁好门 当你走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玻璃是透明不太敢进去 但是当你进去锁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雾木状 但是你如果没有锁的话 你看得到外面 但是其实外面也看得到你 所以一定要锁好 所以用锁来当作一个通电的一个 对 没错 当锁起来的时候它就是断电 锁起来断电就变雾面 那如果打开就是通电 就是这样 反正你就是只要锁好 它就变雾面你就敢用了 对对对对 那再来会走到我们的 我们现在继续走到一个长廊 好 这是我们的竹梦光廊 竹梦光桥 那在走竹梦光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小心这边有阶梯 故意做一个阶梯来做一个区分 许多比较年长者他可能会觉得 哎呦好像踩不到底 看下去好像会踩到沙子 因为我们下面是用一个沙滩的感觉 就是脚踩沙滩仰望星空的一个感觉 那这边的玻璃我们是做 三片八明尼的玻璃 下去做胶合加强化 所以它的重量可以承受到一顿的重量 所以不用怕 只要在上面走都是很安全的 所以要同一块玻璃站上去超过一顿 才有可能会破掉 对 没错 那再走进来我们的一个玻璃馆 二楼的一个场景 我们会有 首先会看到我们的大红玻璃 它是运用背面做一个高温烤漆 那其实它可以用很多颜色 那其实玻璃它的最大的宽度 它有一定的宽度 那它的长度是没有限制的 因为摇乳可以一直溶出来 但是因为货运要载的关系 所以我们长度会切断 宽度有限制 长度没限制 对 宽度大概最大可以到360公分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大红玻璃 就是要展现这个玻璃 现在已经可以烤漆成任何颜色就对了 对 没错 任何一个颜色都可以 因为它是烤在背面 所以你正面再怎么去扣它 都不会去碰到后面的漆 所以这个漆等于是永久的 永久都不会掉漆的 现在都应用在哪里 一般这里都会用在一些大楼的尾幕 或者浴室 也会有人想要用一些比较私密的空间 或者一些艺术 艺术厂都会用这一种烤漆玻璃 对对对 所以我们看到一栋大楼的帷幕 是整栋都是一样的颜色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玻璃 对对 就是用我们的烤漆玻璃 对对对 那我们大红玻璃中间这边 在靠近一个小角落这边有一块 好像破掉的一个玻璃 那这边 有兴趣的听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一块玻璃 即使我们是称它为强化玻璃 那这也是强化玻璃破掉的样子 很多游客都会问说 那强化玻璃跟一般玻璃到底差在哪里 那什么才是强化玻璃 那还有最常问的就是 有没有摔不破的玻璃 其实我们摔不破就不叫玻璃了 我们只能说它比较耐摔 但是不保证不会破 它比较耐摔 所以我们强化玻璃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强化玻璃破掉的样子 它是呈现颗粒状 很碎 但是一般玻璃破掉它呈现很大变 不规则状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破掉的样子来做 分辨它是强化或者非强化 那这边我们有做了一个保护 所以在二楼都可以动手去摸那个玻璃 都不用怕去会割伤 那其实我们做一个大红玻璃 跟我们一个强化玻璃破掉的样子 其实它是有一个含义在的 对 这个意思就是等于是看破红尘 看破就是我们破掉这一块 对对对 好 那再来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大红的 红色的烤漆玻璃 那这边我们会运用白色的烤漆玻璃 白色的烤漆玻璃它就有更多的好处可以用了 像家里的墙壁也可以用白色的烤漆玻璃 像安装这一块玻璃的话 就不用怕小朋友会在墙上乱做化 我们小朋友在墙上乱做化我们就要再重新粉刷 还是说怎么擦也擦不掉 就要重新再粉刷 所以我们如果家里有装一块那个 被漆烤白色的一个玻璃 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在墙上拿个奇异笔啊麦克笔都可以 只要在玻璃上面书写 都可以很容易的清洗 补一下就擦掉了 对对对都很方便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摇梢妈祖 其实我们的摇梢妈祖它是仿一个陆港天后宫的一个妈祖的像 那这边摇梢妈祖它的摇梢制作方式其实是 它本来是一块平板的玻璃 那利用高温大概六到七百度 六百到七百度的温度 让玻璃自然下坠 对因为它有一个先做了一个石膏模 那玻璃自然下坠再出来冷却之后 它就会成型了 下面垫石膏等于整块玻璃把它融掉 然后就刚好陷到那个石膏的模子里 对对因为玻璃大概六百到七百它会自然下坠 那表示石膏的那个耐热度比较高 对没错没错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强化玻璃的一个墙 这是我们的强化玻璃 那它也是可以用颜色 那包含它的透光度也比较好 外面现在看到都是自然光进来而已 哦是是是 这都是自然光 那还有我们的天鹅虎 所以要进去看 可以我们有六个点 都可以眼睛都可以朝里面看一下 好像很多只天鹅 算得出是几只吗 如果我用算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八只吧 没错 主持人很厉害 真的十八只 对对对 当你眼睛是平视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天鹅怎么数都数不完 因为它是利用镜子的反射原理 做多重的反射 哦其实就是像你们迷宫里面 对对对对 我们这边是用看的 那我们楼下有一个黄金隧道 那在隧道里面是走进去体验的 所以可能有人会算到一百多只 对对对对 那这边是我们的 早期我们是称它为一个 四衣镜 穿衣镜 那这穿衣镜 其实要站的点 它其实可以 左右两边都可以站 其实有一边站的时候 会看起来比较瘦 一边看起来会比较胖一点 其实你站在正中间的时候 当你站在正中间 你只要动动眼睛 前后左右看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全身 不用转头也不用转身 动动你的眼睛 你的前后左右都看得到 很巧妙的利用镜子的折射角度 然后这样子可以瞄到 后面我都看得到 对对对 嗯 那再来这是我们的一个雕刻玻璃 雕刻的镜子 我们现在摸的是我们的雕刻面 在外面 是 那再来我们摸的这边 雕刻面是在里面 所以一定摸起来就是平的 对 它已经看得到 但是已经摸不到 那它里面也会有 运用一些颜色色彩 就好像我们猫流口水滴到地上 然后就溅了一个水花在下面 那刚刚我们主持人在摸镜子的时候 有发现你的指纹有卡在上面吗 没有 指纹 一般我们家里的镜子要手一碰 指纹就会在上面 会有 但是这块没有 这块不会有 因为我们都有经过一个特殊的处理 就是表面有处理过 对表面有处理过 所以你的指纹比较不容易沾附在上面 所以镜子也比较不容易张 那这边是我们的人生舞台 那我们这边会借给一些外面的一些厂商 或者说我们自己有办一些课程 我们都会在这边做一个上课的一个地点 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 接下来我们进来就真的像是走到这个艺术区了 里面有很多艺术作品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的一个玻璃衣 玻璃做的衣服 这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就是看一下我们的玻璃衣 到底是可以穿还是不能穿 看起来好像很柔软 世界唯一的玻璃衣 到底是可以穿还是不能穿呢 好 所以我来猜猜看 对其实远看的时候好像可以穿 但是当你近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不对玻璃好像是硬邦邦的东西 怎么可以穿呢 对没错 它其实是做的一件很像可以穿的一个玻璃背心 就是把它做成很像一件衣服 对对对对 这也是艺术家一个巧妙的地方 那再来我们来看这边 有我们的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这根水柱 里面有很多颗球 那每颗球的颜色都不一样 那球的下方都有刻着数字 每一块金牌的上面都有刻着一个数字 好像有28 30 32 34 36 都是双数 温度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温度计 很妙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温度计很多颗球 可是怎么看它现在的温度几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现在浮在上面这些球 最下面的一块金牌 就是代表着现在的温度 就是28度 对28度 那它都是双数 怎么看单数呢 当28浮到正中间的时候 就是它的单数 它如果是往下掉到中间 那就可能就是27度 那如果温度再低一点 下面的浮球就会浮上来 变成了26度 这个温度计我们楼下都有卖 比较迷你版缩小版的都有 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买回去 他要自己测试的话 他是不是就拿锁去抽一下 这个玻璃柱 对对对 然后看看是不是比较高的温度会上来 对对对 它可以随着外面的温度而有一些变化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特别的 我们的一个竹子 玻璃做的一个竹子 那这个竹子呢 我们会称它有一个名字叫做 枝竹常乐 因为我们竹子里面有的蜘蛛 有蜘蛛 蜘蛛 蜘蛛跟竹子 蜘蛛 对对对 然后这应该也是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一个作品 对对 这是算 我们是称它为热硕玻璃 那竹子的做法是从树根开始做 那树枝跟树叶会另外做 那做好之后再利用热 把玻璃跟玻璃下去融 下去烧 不让它黏住 就好像我们夜市常常看到人家那种 在吹烧玻璃那个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我们都是称它为热硕玻璃 热硕 那再还有我们的生态之美 这是我们假日啊 那其实都会有那个玻璃艺术的老师 在我们现场烧玻璃 那也欢迎听众就是 假日有时间呢都可以 欢迎来我们玻璃馆 来欣赏一下老师的一个 当场现场的一个创作 那老师的面前有一道火 那火的颜色很妙 很妙也很美 那就等听众有空可以来看一下 老师的面前那道火 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嗯好 假日才有 那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我们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水晶雕刻 水晶雷射内雕 我们的会转头的千里眼跟顺风耳 但我们看着我们的千里眼或顺风耳的眼睛 当你左右移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眼睛都跟着你 上下 就算你跳起来它也可以跟着看着你 蹲下它也会看着你 所以这种一般商店都有在卖这种3D立体雕的水晶雕 可是如果头会转动的那就不一样 对 那个技术更 对那技术要更高了 嗯 真的它不只左右动它头还会上下动 对它会跟着你动 所以这个游客一定要记着你来现场看一下才会知道 那展区这边呢还有我们的玻璃摁墙 在二楼的展区呢 我们都可以动手来摸摸看看 因为我们一般 印象中的玻璃都会很锐利 会割伤你的手 是 那可能割到就要去缝了 但是在我们二楼这边呢 你可以动手来体验看看 我们玻璃都有经过一些处理 可以研磨 那让玻璃比较不会去伤害你的 割伤你的手 那这摁墙喔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摁墙它其实是没有黏的 没有用胶下去黏 它所有的支撑都是靠这四根柱子来做支撑 所以我们可以看它最边边的缝 它是把玻璃一片一片放上去 一片一片堆叠起来 所以当有一片堆叠错了就是要重来 全部重来 嗯嗯 对对对 所以当初那个师傅运过来这边的时候 它其实每一片玻璃上面都有标着号码 所以避免说它来的时候 万一不小心放错位置 那就是可能就要全部再重来 哦因为这个玻璃其实都已经 虽然是一片一片 但是它的角度都切割好了 对对对对 所以它一定要照它的顺序去 把它一块一块放下来 对没错 那再来我们看到 真竹子跟刚刚看的竹子 就是比较小一点 那真竹子其实在最早期 我们有给游客下去做票选 它是有得名的 它是得了第二名 那它的竹子啊 就是跟刚刚我们看到的竹子做法 其实都一样 那这阵竹子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在竹子最上面的地方 它是会动的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竹子 还会跟听众say hello 在最上面的叶子 其实注意看它会微微的颤动 对好像微微的抖是不是 对都没有人去推它 都没有人去动它 但它却是一直在颤动 都不会停下来 哇这个要静下心来好好的看 真的是会动 其实这个秘密就是因为我们 展场是设置在二楼 那二楼有人在走动的时候呢 它其实地会稍微震动 所以它上面是最轻它会跟着晃动 那下面有一些竹子 其实它是自然凋落的 不是艺术家刻意放在那里 它是自然凋落 因为震动久了 对其实玻璃都会断掉 那断掉它其实 我们有问艺术家要不要去修复它 那艺术家就说不用了 这样就是最自然的 很像自然的落叶这样子 对对对 那在二楼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家具区 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浴室 我们玻璃做的浴室 还有我们的厨房 那厨房其实可以运用一些玻璃 来做 因为厨房比较油腻 对 运用一些玻璃 我们就是可以比较好擦洗 比较不会说我们贴瓷瓷瓷 瓷瓷的缝隙可能就会有水泥 水泥里面如果卡了油垢 你就再也清不掉了 但是如果我们 有比较有靠近油烟的地方 我们可以放玻璃 那假如有卡油烟 我们就是可能一些清洁剂 噴一下 那那个抹布擦一下 它就很干净 比较不用人家讲的 人口带乳 比较不用 所以它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墙壁 来运用 对 那我们地板 因为厨房也比较油腻 比较会滑倒 所以我们地板有采用金刚砂 来做止滑的效果 那这边有我们的 鹿岗八井之一 它是羊桥踏跃 那待会我们可以走上去 我们的玻璃跟木头 来比较看看 哪一个比较会滑 哪一个比较有止滑 我们踩在玻璃跟踩在木头 你会发现 反而是木头好像比较会滑 但是玻璃 比较不会滑 因为你们有喷金刚砂 对我有 金刚砂在上面做止滑的效果 就是那个小圆点小圆点 对对 所以反而木头比玻璃滑 对 那我们这边还有 小朋友最爱的一个万花筒 这是一个放大版的万花筒 可以从这边看 哇 真的像我们小时候的万花筒 那可能放大100倍这样 对 这边我们把它放大了 把万花筒给放大 那还有我们中间的这一根圆柱 我们是可以提供游客来拍照 只要从那边拍过来 这样拍下去的效果很不一样 就是 对不到 对 我会发现很多个你 就是把自己的脸 变成花筒的花色 对对对 所以一个在这头拍照 另外一个就把你的脸 臭到那个 对 我们有圆形跟三角形都有 是是是 那我们二楼也有一个小型的 小迷宫 对小迷宫 那我们有兴趣的听众 都可以走进来我们的小迷宫 来探险一下 它等于是缩小版的 对缩小版的一个黄金隧道 但是这边的路比较多 但是黄金隧道那边的路只有一条 喔 怕你走错 对 所以万一我们听众 如果在里面迷路了怎么办呢 只要大喊大叫 我们就会有人进来救你 一个小型的迷宫 好 我们已经走出来了 我老师做了一个螳螂 在螳螂上面有它的处区 它的处区很细 其实早期我们这个还没封之前 我风吹进去呢 它就会跟着晃动 它比头发还要细 就可以把玻璃拉到这么延伸这么长就对了 对还有它是 就要看老师的那个功法 对对 它就是要瞬间拉得很快 拉越快它的丝会越细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琉璃作品 然后这是我们的拉丝的作品 拉丝大部分都是空心的 但是玻璃端它都有一定的重量在 所以它也蛮重的 还有我们玻璃的妈祖公仔 妈祖公仔也蛮热门的 都在我们的玻璃呼声工 还有我们的馆内都有在做贩售 我们是称它为变脸妈祖 它左右看的话是黑色 有一个角度看它会有粉红色跟黑色 两个在交错 这不用争议说什么 黑名妈祖 全部在一个脸 对对对 全部都在里面 就没有争议 再来我们往楼下 我们一楼都是一些卖场 那卖场就是可以 随着个人的喜好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都用 也是有一些很平民的东西 可以带回去 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小东西 小礼物都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那我们一走下来楼下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个玻璃神教 那玻璃神教 它是全部是用木头 以及玻璃下去做打造 那它的重量大概有200公斤重 所以我们每年的元宵姐 都会推到我们的鹿港市区去做游街 那这我们的玻璃教 好像也蛮受大家的好评 也蛮受欢迎的 那在夜间的话 它会也变得很漂亮 所以一年只有一次推出去 对对 一年只有一次 其他地方只能来玻璃館看 那我们楼下都是一些卖场 像我们这间就有一些家具 卖一些家具 包含我们有卖咖啡 那我们咖啡就是 喝咖啡就送玻璃杯 喝完就把玻璃杯带走 对就直接带走 还有我们的美食区 只要你点餐点菜 吃完就把玻璃盘子直接带回家 不用客气 不用跟我们客气 没关系 那还有我们小朋友最爱的一个同窑馆 这里面也就是有摆设一些 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个小东西 小礼物都在这边 那这边是我们的用餐区 这边有喝红茶送玻璃杯 那吃吃鸡排饭送盘子 都有 这边也有一些早期的一些机具 从切割研磨到一些包装都有 那我们在我们隧道旁边这一区 就会有一个矫正署的一些 收拢人的一些工艺品 包含了一些稻草笼 还有一些投尺的玻璃的一些工艺品 所以他们经过训练也可以做出 像这样的一个艺术品 对对这些都是从全国各地的 全台湾一个各地的一个收容所 所制作出来的一些作品 都会拿来这边做展示 那我们最后呢 节目的尾声 我们来到这个黄金隧道跟海底世界 那海底世界是今年才推出来的 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在 在今年 有再推出我们的海底世界 在1月1号的时候 有推出新的海底世界 那我们的 原本全场只有72公尺 那再加上我们海底隧道有26公尺 所以现在目前的黄金隧道总长有96公尺 那在里面也很受小朋友的热烈的欢迎 就是里面其实 要进去里面之前我们会先换上我们本管的拖鞋 还有我们的手套 那当然我们会贈送一个纪念品给每位听众 那在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先换完我们的拖鞋 戴上手套的时候 进去会里面会蛮像一个镜子迷宫 那它的路呢只有一条 那我们戴着手套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走进去一定要用手去体验 去触摸我们的玻璃 这样你才找得到路 那在里面迷路也不用担心 你只要记住一点 就是记住四通讲了一点 只要往前走不要回头 你就一定找得到出口 那在里面我们的海底隧道 中间那一段有一个海底隧道 那我们里面有一些 保育类的一些玻璃雕刻的异品 那就是有海龟啊小丑鱼啊 还有一些白海豚 都是一些保育类的 那也欢迎听众呢有时间 都可以往我们的海底隧道 还有黄金隧道里面去一同体验一下 所以来走这个隧道呢 其实就是你千万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 因为你看到一直往前走 你可能就撞到玻璃 所以是用手摸是最精准的 对用手去触摸 是最精准的 好那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亲自来 走过一遍才能够体会那个感觉 其实在整个隧道里面是蛮用心的 而且今年又加装了这个海底四階 让隧道更长 但是我很怕说担心最后 会不会整个一楼都变成一个海底隧道 因为游客一定会永远 你再怎么长他们还是觉得走不够 对没错没错 所以未来有再打算要再做第四期的工程 对对对 就是继续再把它延长 对会再延长 这已经有在规划里面了 那最后那个 世通帮我们介绍一下 关于你们这个公司一个企业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愿景 除了你讲的第四期工程外 你们老板还有没有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跟社会更多的一个互动 包括社会公益这块 其实我们目前在我们的玻璃馆的左侧 我们还有设立一个宇宙塔 那我们宇宙塔那边有一个展场 那未来也会开放给游客进去参观 那我们里面会有设置一些 达人馆就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工艺师傅 我们就是生活比较困苦的 但是他有才艺 没有收入来源 那也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他做创作 或者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他发挥 那我们这边就会提供他们 给他们一个平台 来让他们发挥 那他的一技所长 那也跟着他的收入 也会有比较好一点的一个生活 就是请他来展现他的供应 然后游客可能喜欢就可以买他的作品回去 那也可以帮助他们收入 就是你们提供这样的场地跟平台给他们 那最后呢可能有些游客也许不知道怎么来 这个你们的台湾玻璃馆 交通路线是不是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啊好啊 这交通路线其实如果我们从开车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从 不管你是开国道1号 国道3号 都可以到达我们的玻璃馆 那如果是从国道1号的话 你可以从东西向76线下 下交流道 经过八卦山隧道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沿着 接着沿着走一般道路 大概走十几分钟会接到一个台61线 那在台61线的路港区 我们就是下交流道 就会在第一个路口左转 就会进到我们的张宾工业区里面 那我们里面都有指示牌 可以指引到 你到我们的玻璃馆里面 那如果你是大众运输的话呢 只要你做 就算你今天坐高铁到台中站 我们也可以在出口 6号出口 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 台湾好行的终点 路港线 台湾好行路港线 我们的终点就是我们的台湾玻璃馆 交通方面都还算蛮方便的 那游客如果从北部或南部来 其实到台湾玻璃馆不太可能一天行 太累了 那如果是两天的话 附近有没有一些景点可以大家建议一下 好啊 其实我们张宾工业区这边有四大博物馆 包含我们的秀船健康博物馆 还有我们的白蓝寺博物馆 还有我们断袋博物馆 最后一个还有我们的台湾玻璃馆 这边我们都可以安排一日行 那第二天的话 我们可以看你要住在我们的路港 第二天我们可以 如果往南的话 我们可以往王公去玩 海边还有我们的 如果往北的话 我们可以往县溪 还有我们的饼干工厂 都可以去玩 可以规划一个两天的行程 这样是比较方便 而且也比较好玩的 那最后呢 就谢谢我们的这个专员 黄世通来为我们介绍 今天的这个台湾玻璃馆 那希望听众朋友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亲自来看一看 海底隧道呢 跟这个迷宫呢 其实都要亲自去体验过 包括你们二楼的艺术区 其实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 都是用玻璃来展现它的无限可能性 那很多艺术品都超乎我们的想像 玻璃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精致度 对对没错 好那谢谢我们的世通 谢谢 好谢谢 对很谢谢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这一集的 FB新鲜事 在这边也祝全国的听众朋友 中秋节快乐 那最后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想要抽中这个台湾玻璃馆 所提供的三副圆杯的话 赶快到脸书去搜寻我们 汉森广播电台FB新鲜事 找到9月15号这一集的节目预告 然后按照上面的一个抽奖步骤 按赞留言 tag以及公开分享 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三副圆杯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边 欢迎下个礼拜三礼拜四 继续准时收听我们FB新鲜事 我们下礼拜见拜拜